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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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便是荷花的果实 小虫 从荷神上 你会真正起回到 花与石的关系 一生不能花而不石 也尽量不要石而不滑 既要像荷花一样高洁美丽 又要像颜子一样丰硕饱满 小虫 你现在越来越有见识了 那都是你教育的结果 我一直把你当作尊敬的老师 可爱的大叔 白鹿岛 既要保 红青云丹解气好 天南飞 秋风过 气温开始变凉凉 谁是大叔啊 大鲁鱼杯 姐姐虫 你可越来越长了 你能竖直起来 让我看看 个头有多高吗 不好意思 金娘 我平时都是横着身体的 好像没有直立过 我不知道能否竖立起来 大鲁鱼 这就是你的不对 你平时是怎么教育结结虫的 难道你自己没有高度 就不训练结结虫的高度了 我没有高度吗 有谁能挑到我这样的高度 真高耶 结结虫 你能的 你竖直起来 是能够和大鲁鱼比高低的 我怕是不能 因为只有腿脚站在地面上 我才觉得踏实 小虫 鸡鸟说得对 我平时是没有注意 对你进行高度的训练 因为我们平时交谈的时候 你在岸上 我在河里 我们很平等 不需要直立 但是换一个对象 比如老虎 狮子 你一定要直立起来 才不会被踩在脚下 所以小虫 如果环境变化了 你一定要有更高更强的本领 来保护自己 你现在的生活环境 很安全 很美好 但是要有应对 恶劣环境的准备 而且你还经常说 此生的目的 就是要增长见识 所以不是靠大鲁鱼 和我来教你 而是要靠自己 去发现和领悟 才能做到这一切 是啊 小虫 以前你羡慕 蝉能飞到树上 高声歌唱 羡慕蜻蜓 那轻盈地飞翔在蓝天上 李秋的那一天 你这只 生活在地上的小虫 不是也爬上了 高高的大树 并且晃动下第一片 秋天的树叶吗 没有你不能做到的 只要你有目标和勇气 你们都觉得我能做到 是的 那我就试试 好 好样的小虫 不好 不好意思 没有坚持住 你直立起来了 姐姐虫 你知道直立起来的意义吗 直立对虫类来说 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因为还没有虫类可以直立 而姐姐虫 你直立起来了 这就意味着 你的生存本领 超越了其他虫类 是吗 吉尼 可是我还是不很明白 小虫 我这样跟你解释吧 你能够直立了 就表明你可以选择更多的食物 你可以欣赏更多的风景 你可以抵御更强的敌人 你可以采取不同的行走方式 你可以灵活地支配自己的腿脚 你可以让你新生长的身体不受伤害 我明白了 大鲁鱼 总之一句话 我将会更聪明了 因为你刚才说的一切都是需要用大脑的 就表明我不再是个只知道蠢蠢欲动的小虫了 是吗 吉尼 你真是太聪明了 你完全超越了蠢蠢欲动的爬行虫 变成了幼稚实 会思想 变识飞 懂善恶的体力虫了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要广泛传播 姐姐虫 给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它对你意义非凡 我帮它记着呢 今天是白鹿 是小虫直立起来 展露头角的日子 什么啊 白鹿时节 我展露头角 太让我难忘了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直立起来 直立起来 我就能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大鲁鱼 我直立起来之后 大虫就不会欺负我了吧 小虫 你要相信 只要有我在 什么样的大虫 都不敢欺负你 白鹿节气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第十五个节气 时间是每年的 九月七号到九号 这时秋意渐浓 天气转凉 清晨会在地面和树叶上 发现露珠 所以这一节气 大家要记得天衣加倍 保暖的同时 也要预防秋造 多吃十令水果 暖欢美 优优独播剧 Erfahru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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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